当兵后悔两年,不当兵后悔一辈子,这句话成了很多人当兵的理由,有人说他当兵是因为电影《战狼2》,想要成为无精一样的硬汉,有人说他当兵就是想证明自己的能行,有人说他当兵就想成为一名卫国戍边的边防战士,还有人说他当兵的梦想是成为天安门阅兵场上的一员。 更有人说,他当兵就是想知道什么叫知苦,当兵的理由很简单,可能是一时的冲动,可能是从小的梦想,也可能是爸妈简单的一句话,当兵究竟为了什么?陆军第七十七集团军某旅官兵这样回答,董治国,因为责任,他叫董治国,一名文书代表,保密会满满的文件和电脑里数不清的方案资料, 让他明白了文书岗位的重要性,我想对十年前的我说不要再熬夜了,是他经常开玩笑说的,因为责任,他经常加班加点挑战夜灯,因为他明白,文书就是联首长的左膀右地,扣彦君,因为荣誉,他叫扣彦君,是一名荣誉联队的联长,只有给联队争荣誉的义务,没有给联队抹黑的权利, 是他教育联队时说的最多的,不求第一,只求竭尽全力,正是凭着这股精神,他多次站在了领奖台上,唯有努力到无能为力,拼搏到感动自己,才能在之旅生涯中绽放光彩。 苏联力,因为梦想,他叫苏联力,是一名入伍不久的裂兵,小时候看到父亲探红抢险的照片和陈甸甸的三等功奖章,从此,参军入伍的梦想,就已烙印在心中,入伍后他发现,要想实现英雄梦并非一蹴而起哦,于是他开始挑战局限,超越自己,在一次军事体育运动画上,最终实现了属于他的英雄梦, 张海龙,因为热爱,他叫张海龙,是一名新闻报道员,从事新闻报道十余年,容立个人三等功两次,被战友们成为新闻大麻,用相机记录或热青春,用文字书写精彩之旅,无数次的加班加点,让他患上了颈椎病,而他却说,能将战士们的生活报道出去,是他最快乐的事,能够坚持到底, 源于他对新闻工作的热爱与追求,一个热爱工作的人,他一定也是热爱生活的,白熙,因为义务,他叫白熙,是一名军旅生涯不足百分之十的上等兵, 入伍前是一名山西大同梅二代,就在即将进入父亲公司时,他选择了参军入伍,他的回答很简单,参军入伍是美名中国公民运进的义务, 父亲,因为理想,他叫父亲,是一名即将通往军校的学员,入伍前是一名在校大学生,他经常说,要向大目标使去,就得从小目标开始,就这样他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目标, 直到考上军校,而他却说他的理想才刚刚开始,屈强博,因为情怀,他叫屈强博,是一名入伍八年的老班长,向往军营的生活,欣赏军人的魅力,喜欢带兵的感觉, 入伍八年,七次参加带新兵工作,多次被表彰为优秀新兵骨干,面对近一半的士官被他带过,面对年底进退走流,而他却说八年永远不够, 刘敬斋,因为奉献,他叫刘敬斋,被战友们成为黑鬼,面对战友们的调侃,他却说这才是军人最美的样子,常年在高海伐服役的战士,有很多人和刘敬斋一样, 脸被晒黑了,皮肤被晒伤了,但他们始终都是无怨无悔,因为他们深知祖国的每一寸土地,都需要军人的守护,他们更深知新领国,后有家,本身边省, 杨标,解放军报社西部战畜分社,号,JBCDFS,游箱,XP at Biocn,XPZQFS at 163.com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